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後面 我是講故事的band 終於用來更新Tiders系列喔 上次做關於Tiders的影片好像是 半年前的那部音樂英雄 在那部影片裡我們有提到 Tiders與整個音樂產業抗爭的過程 以及為什麼他這陣子要重入他的專輯 而且在那部影片裡 我好像有答應大家 未來會做一集Tiders介紹 只是目前還在持續脫更 我只能說之後 我們再做詳細的一集給大家 喂 那繼今年10月發行Fearless後 11月則是屬於紅色的季節 Raid是Tiders與2012年發行的第四張專輯 也是他生涯非常重要的一張作品 音樂上開始擁有更加時髦流行的音色 象徵著他的風格逐漸從鄉村走向主流 首播單曲 We a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也成為他首支告知牌冠軍單曲 之後的22 I knew you were trouble 同樣取得到耀眼成績 但在這次的重製版本中 做成MV的卻不是這幾首歌 是第五首曲目的All To Well 這次的MV還是Tiders本人 自導自演時間還長達15分鐘 今天就讓我們來好好聊聊 這首歌以及這15分鐘的MV吧 另外這部影片我們又要來抽獎 我真的覺得我會不會抽獎抽到破產 反正瞎早到我的FB專頁按讚 並在專頁裡同樣也是Tiders這部影片按讚加分享 並留言11月是紅色的季節 就有機會獲得到重製版的RAID喔 那我們就再次回到主題上吧 如果你是Tiders粉絲的話 你就會知道在他每當專輯和歌曲 總會有他設計的一些小巧思 比如說專輯的Track 5 Pattern 典型的第五首 這是因為大家發現 在他每當專輯的第五首曲目 通常都具有特別的意義 以及比起其他曲目音樂上 更加令人心碎和凸顯感情中最脆弱的一面 而All Too Well正是RAID的第五首歌 在當時這首歌剛發行時 Tiders有說到這是他花最久時間寫出來的歌 為了要更詳細描繪出歌曲的情景 原版的歌詞甚至長達10分鐘 但之後為了要讓詞曲更加適合放在專輯中 只好壓縮到5分版 只是隨著再版的發行 我們終於也能一窺原版的面貌 各位也可以仔細去注意一下 新家的段落和歌詞真的也是美到不行 而這首新隅的歌曲 普遍也被認為是泰爾斯寫給前男友 Jack Jarenho的歌 也而是在2010年被狗仔拍到 一起散布在布魯克林的街頭 在歌詞中不少地方都指向 Jack Jarenho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當中提到的圍巾 開頭的歌詞寫道 我把我的圍巾留在你姐姐的家中 你至今仍保留在你的抽屜裡 為何說到圍巾是很重要的元素呢 那是因為當時被狗仔拍到的照片中 泰爾斯身上的那條圍巾 正好Jack Jarenho也曾帶著同款的圍巾出現在鏡頭前 同時在他們散布的布魯克林街頭 也是Jack Jarenho的姐姐Maggie的住處 有趣的事情是 Maggie在這首歌發行後 不斷地被問到 究竟那條圍巾在不在你家 他則是很無奈地表示 他真的一切都不知道 另外一個蠻重要的元素是 在泰爾斯的歌曲中 總會透過大寫字母來夾雜一些隱藏訊息 在歌詞本中 而O2Wild的隱藏訊息 正是Mabel Latte 似乎對應著當時 他們在一間咖啡廳約會的傳聞 而且隨著O2Wild MV的發行 星巴克也跟上潮流 除了現在很多門市都會播放 泰爾斯的歌曲外 他們也在自己的社群平台上 提醒各位 記得要點上一杯你最喜歡的 焦糖風味拿鐵 但是我們喝水 喝水比較健康 還有一點也在這次證實了 O2Wild是寫給Jack Jiren 雖然我覺得是有點牽強 那就是不少人說 這次MV男主角 Dylan O'Brien的造型像 Jack Jiren 不然各位覺得我這樣像不像呢 只是有一點細節倒是挺值得注意的 那就是飾演男主角的 Dylan O'Brien目前30歲 女主角的Seddy Sink則是19歲 而當時他也是被拍到 與Jack Jiren 交往的時候 他也正好20歲 Jack Jiren 則是30歲 最後則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些 MV的小細節 在開頭 聳先引用了 智力詩人 聶魯達成 寫下來的 Tonight I can write 中的一句 愛是如此的短暫 以往 又是如此的漫長 如此奠定了 整部MV 憂愁的基調 在敘事上 也很明顯的 分成幾個段落 從因為被忽略的 導致第一次的爭吵 到後面面臨分手的那一刻 以及之後 令人心煩的療傷期 最後則是以 記憶這個關鍵詞作為收尾 反映出了 雖說時間可以充斷痛苦 但真正的愛情 是刻骨銘心的 這段回憶 就算過了多久 當你想起時 還是會如同歌名般 O2L 其中長的彩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出來 像是 女主角開頭 所戴的紅圍巾 最後出現在 13年後 男主角的身上 還有飾演女主角 父親的Sean LaVille 同時也是 怪奇物語的執行製作 如果不清楚的話 女主角 Seddy Sink 目前的代表作 就是怪奇物語 但我覺得最值得注意的 還是男主角 駕駛車子的型號 雖然在MVD 可能看不太出來 但在預告片中 則比較能清楚 看見車子的外觀 就有神人發現 這台車子是 Benz 在1989年推出的車輛 那泰爾斯的第五張專輯 剛好就叫 1989 是不是就預告 他下一張 重入專輯 會是這張神作呢 就讓我們 拭目以待 如果想要到那時候 看到泰爾斯的最新影片 別忘記按下訂閱 或按上我的臉書跟IG 就這樣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喔 掰掰